在89年六四时期担任北京市长的陈希同 病逝的消息日前一直传得沸沸扬扬 在今天晚间七点钟 新华社发表了简短的报道 证实陈希同的死讯 陈希同一直被外界认为是六四大屠杀的元凶之一 新华社的报道是只字未提陈希同的个人简历 也没有提到他在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担任北京市长 1989年六四事件 当时担任北京市长与市委书记的陈希同执行戒严任务 根据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揭示 当年要求开箱镇压态度最坚决的 是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市长陈希同 香港媒体中通社在6月4号晚间发布消息说 陈希同于6月2号上午9点54分在北京去世 享年84岁 报道没有交代其他详情 美国之音5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陈希同的儿子陈晓彤和夫人叶子 发表声明通报社会 证实了陈去世的消息 之前海外中文媒体报道 陈希同的遗体在昌平殡仪馆火化 火化时使用化名 职业填写的是摄影师 中国国内各大喉舌媒体 并没有报道陈希同病逝的消息 有一说认为 现在正处于六四敏感时期 所以不报 不过中国异议人士陈子民认为 即便过了敏感时期 当局也不会报道 陈子民在六四事件后 被中共指控为幕后黑手 被判13年有期徒刑 新唐记者田静 李勇采访报道